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十一娘 她到底在哪兒 父親母親 我回來了 侯爺也在 侯爺 林波去尋夫人的時候 夫人正在街上呢 傅大人 人不在 來 去那邊看看 是 是 大人 夫人逛了這麼大半天 不知可買回什麼了 給五娘做衣裳的織錦 可買到了 真是不巧 我逛遍了全城的鋪子 都沒有看見那個花色 這不 兩手空空地回來了 那五娘 只好空歡喜一場了 兩沒事就好 既然十一娘平安回來 我們就不打擾 岳父跟岳母了 我們這兒就回去 不忙 我這兒有幾匹 難得的裝花段子 帶回去給十一娘做新衣裳 十一娘 到我房裡去挑一挑 我們娘倆說幾句提幾話 你們再走 好 侯爺 坐 我去別院贊助 是為了避免和丹陽縣主屬相相衝 母親也是許了的 侯爺就把我接回去 真的沒有什麼問題嗎 我去別院贊助 是為了避免和丹陽縣主屬相相衝 而避免和丹陽縣主屬相相衝 本就不可信 但要他身子不舒服 就應該找大夫調理 岂能牽連無辜之人 為何這般看我 我以為侯爺 逆幸其有 我說過 你既已嫁給了我 我便不會讓你受不公平待遇 你 可能昨夜沒休息好 腿抽筋了 讓我看看 行軍打仗千里奔襲 腿傷是常有的事 讓我看看 女子的腿傷 還是別看了吧 這是些男子 難道都這麼粗心大意嗎 你 看過很多男子嗎 侯爺莫誤會 我說的是那別院護衛 那日我去仙麟閣看望簡師傅 他們無故失蹤 琥珀找了半傷也沒找到 所以我便帶著東青回了娘家 問起來 他們竟說是內疾 是誰 罷了 都是小事 只是 我真得好好感謝一下 喬姨娘 她今日居然和侯爺 一起來接我 真是有幸了 你說的兩個護衛 我會仔細判償 你的腿傷 回家之後 找大夫給你看看 你的腿傷 感谢观看